再來我們要講的是,長度法 長度法,同學,你們之前在練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你要慢慢去熟悉一下 三世圖的一個規則 好,今天我們先來講長度法,大概要怎麼去 對應 好,我們以課本的例子來講 老師,基本上第一個 老師之前有講過 互相都是有對應的 這一排跟這一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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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高度跟這裡的高度有關係 這裡的高度跟這裡的高度有關係 這裡的寬度跟這裡的寬度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所以老師會用 一、二、三、四 四個面來舉例 好,所以你可以看喔 好,一樣這裡的寬度跟這裡有關係 好,所以我們要往下去尋找 跟它同樣寬度的東西 好,譬如一來講 它的寬度,總寬度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對應下來 跟它總寬度一樣的 有這一個 跟這一個造型 這一個造型是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它 這一個去對應 它有可能是這一個,也有可能是這一個 可是,我們在對應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特別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如果是面去對應面 它的形狀一定要一樣 雖然這個是L 可是這個是不一樣的方向 所以這個 這樣子也不允許 還有,面去對應面 這邊一定要有一條斜線 這邊也沒有這條斜線 所以這個就不成立 所以我就可以斷定 一一定是在這一個 位置 所以一 我就可以先把它畫出來 一一定在最上面 好 好,再來喔 我們去對應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2 跟它一樣寬度的有這裡 有這一個面 有這一個面跟這裡 還有這一條線 所以你看 所以有四個選擇 1,2,3,4,5,5個選擇 可是這兩個面 就剔除掉,為什麼 因為形狀不一樣 所以只有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所以我們來試想一下 它如果是在這裡 這也不可能 為什麼 如果這個東西在這裡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線 所以這個選擇 我們也剔除掉 再來,這條斜線 老師之前說過 有斜線 就表示有斜面 2會不會是長成這樣子 另外一個選擇是這樣子 2 它是到底下來 它會不會是像這樣子 可是我們去看一下 如果 2在這裡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沒有人用 因為3跟4都沒有這麼長 所以我就可以斷定 2 是斜面 所以你可以看 所以3對應下來 跟它一樣寬度的只有這裡 所以我就知道3 一定是 在這裡 4 來看一下 老師的題目這邊有一點點錯誤 沒有這條線 所以4對應下來跟它一樣寬度的只有這條線 所以我就知道4 是斜面 所以我很快速的就可以把這個圖像完成 快速度 10 5 5 12 4 10 12